因为过去三年全世界都被COVID给影响 隔绝了很多人的交通 隔绝了旅游 隔绝了everything 可是现在呢 包括中国大陆 它已经放开来了 所以中国大物就说 现在他们要迎接外资跟游客了 欢迎大家到中国来玩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游客也被放出去了 大家闷了三年 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了 我们看看大陆副总理刘鹤 他说 一后中国回来了 准备好加强跟世界的合作 那我们当然希望 全世界大家都好好的交往 都好好的交流 那美国加拿大日本跟韩国 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 好像对中国大物的 这些陆客的防疫管控比较严格 可是有一些不设防的国家 包括你看到纽西兰在南半球 还有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 不但不设防 还举出双手来欢迎 可是看看不设防的这些国家 好像看起来 中国大物带来的所谓的病毒 也没有比较严重 像是这个COVID 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厉害 纽西兰1月16号就通报 过去一周 平均的病例较两周前还少 过去两周还少 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物这些游客进来之后 并没有为当地这个国家的疫情 带来更严重的不好的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包括现在农历年来了 华人世界大家都欢天喜地的 在庆贺过年兔年嘛 那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柬埔寨 像这个首相洪森 他也希望大家来 柬埔寨过中国春节 都表现了一些友好的一些讯息 还有联合国秘书长 包括南非总统 方方面面像是瑞士 还有准备冰雕吐 迎接中国的游客 那当地瑞士人也有华人嘛 其实这都很正常 其实过去每一年都这样 这个你知道 这个华人人口 在全世界占了多少 超多的嘛 所以当然 全世界都有一些喜庆的一些 意味出来了 可是必须知道 中国大陆过去三年 游客不能出去旅游 不能出去消费 那现在有媒体就形容 中国大陆把游客 这个限制给放宽了之后 游客出去了 对很多国家来说 就是发红包嘛 150万人 就是春节期间 这8天或9天 有150万人出境 而且这一些 第一批出去的人 恐怕都是非常有钱的 金字塔顶端的人 所以各国也都在期待 这个七天海外的旅游订单 比起去年增加了540% 那当然 因为2022完全没有游客 几乎没有游客嘛 东南亚的旅游游客预定量 增10倍 泰国变成了大陆人的首选 其次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柬埔寨和印尼 那这个大家想要发一个旅游财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新闻的报道 来这里 包括马尔蒂夫 有像这样子 献玫瑰 过水门 在清迈 一样 他们还找很多会讲中文的员工 司机来接待陆客 因为过去三年 可能这些人 他没有工作 他可能跑到各地去了 那现在要把他找回来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日本 日本那当然 他现在也希望 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游客来 可是因为现在 中日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呢 他们也在 民间有在等 可是政府 其实并没有加入这个行列 欧洲呢 欧洲看起来 也蠢蠢欲动了 你看到瑞士 瑞士还请出网球天王 费德勒 来录了一段 因当做春节 庆祝中国春节 希望抢这些 所谓的大陆游客 并且他们还定下 今年要有80万人次的游客 来自中国大陆的 并且呢 希望到2025年 有170万人次的 中国大陆的游客 在瑞士留宿 在那边 over night 过一夜至少 瑞士这么有钱的国家 那当然 钱 这个花钱的大爷进来 还是需要来争取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中澳的经贸 过去中澳 其实也蛮对质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 包括贸易上面 又有一些松动了 过去我们说 煤炭交易 煤炭的进出口 现在已经松动 那下一波 有人就在说 龙虾也要松绑了 可是呢 与此同时 我们知道澳洲 五眼联盟的 这个Hot Core 他跟美国的 这个军事结盟 非常的深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又跟美国 购买了40架的 黑鹰直升机 所以呢 有很多这个评论 政治评论者就说 一方面在军事 澳洲是选择跟美国 更加深的同盟 在军事上面 跟政治上面 可是在商业上面 他也不放弃 想要跟 习近平 想要跟中国 当中做生意 所以 那到底最后呢 中澳 想要重修就好 至少在贸易上 要重修就好 有没有可能 达成目标呢 而我们把镜头 移到法国 观众朋友 法国 如果你有计划 最近要去法国玩 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边在大罢工 理由是马克宏 他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 反这个年金改革 好多人上街头 反年金改革 像是抗议 还有跟警察 爆冲突 据说有超过 百万人上街 我们请导播 让我们看一下画面 这个画面看起来 哇 从空中俯瞰 密密麻麻的都是人 因为现在法国 天气冷 然后通膨 然后燃料取得困难 再加上所谓年金改革 所以一股脑儿 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民怨都出来了 来 我们先请教政员委员 在全世界的旅游市场上面 中国的旅客 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 特殊在哪里呢 它第一个 它不只是一个旅游团 它同时也是一个采购团 换句话说 中国的旅客 不只是去观光一下 住宿饭店 吃吃东西 不是 不只是如此 它会大量的采购 这是有几个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 就是经济上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关税比较高 它在海外买很多的 进口物品的话 相对价差这么大 它宁可多买一点 所以只要出国 一定拼命买 拼命买 像说以前到了台湾来的时候 在买那个凤梨酥 是整箱整箱买 不是一盒一盒买 就是这种现象 第二个现象是文化的现象 就是中国人只要出去旅游 都有习惯 帮亲戚朋友 带一些伴手礼 委员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好不好 广告之后 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刚刚讲到过年 很多人要出去玩 我知道我好多朋友 都已经出国去玩了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也是 都到全世界各地去了 我刚刚讲 中国旅客 除了一些关税的问题 很喜欢在外面 采购很多的东西 除此还有文化上的原因 他们一出国的话 一定要帮家里亲戚朋友 带很多的礼物 那句话 瑞士已经很开心 他们去买那个瑞士手表 除了帮老婆买 太太买 帮那个妈妈买 搞不好还要阿姨买 舅舅买 就是代为采购 这个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经常看到 瑞士在瑞士本地的钟表行里面 会伟大于大陆旅客 台湾相对以前有 现在比较少 因为台湾把关税给降低了 而且大概都有 该买的人都有了 所以相对是比较少 那对东南亚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很大的采购团 所以这个对整个 全世界的旅游市场上面 无疑的占的比重 会比中国的人口还要高很多 原因也出在这里 所以比如说澳洲 尤其是纽西兰 我了解到说前段时间 他们纽西兰已经张灯结台 所以有一条整个什么 shopping的一个mall 他全部掉中国的灯笼 就表示说整个春节的时候 好好的营业一番 好好的服务一番 除了日本跟韩国 这两个不长眼睛的以外 因为究竟 日本韩国很多东西好买 他竟然这个时候不做生意 然后还搞出一个什么 挂黄牌的事件 那不做生意拉倒 这种东西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也不是飞去不可 但你很明显的 经过这一波以来 证明一件事情 东南亚这些国家 不会亲美 会亲中 毫无不必去怀疑他 现在东南亚的班机 不管是印尼也好 什么泰国也好 柬埔塞也好 吴歌窟等地 全部都充满了中国的旅客 台湾旅客当然出去很多 不相对因为无法分辨 所以你只要说在购买的一个 shopping mall在买东西 大地上台湾的旅客比较少 因为我们渐渐比较没有这个习惯 但大陆旅客的习惯还非常多 这等于是中国大陆在秤这一波里面 对于这些国家里面发了一个大红包 别小看短短的几天内泰国就可以收入多少 6.4亿美元 就是一个春节而已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而且对就业市场来讲影响很大 你说好不好 我们说台积电半导体好不好 我们花100亿200亿美金 他请的人不过1000个人 但是这种市场面不要多 只要1000万美金的话 你就可以请好几百个人 很多人的就业就有了 对 这是一个产业链 这个对庶民生活是更有重大的影响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将军这个所谓的军事的采购 直升机法国的改做 改买美国的有什么奥妙之处 其实法国来讲非常流年不利 不是这次没有跟美国买直升机 不跟法国买 他在半年前 他是丢掉美国契单 他本来要跟法国买他的潜舰 传统的潜舰 900亿澳元的潜舰 他也把他丢单不买了 他改成跟美国买核子潜舰 但类似纯粹就是美国 他为了他战略系 他希望澳洲用核子潜舰 可以到南海这个地方来寻意 这次来讲的话 其实也不太有那个 纯粹就是他们这潘泰蛇 泰潘蛇直升机 他老旧 另外他在世界上面数量比较少 相对的他的维修 或者维护成本就比较高 其实我们国军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幻象战机的维修成本 法国发自系统就比较高 所以他就跟美国买黑银直升机 没错 来 请教郑老师 我们这边准备过年 法国忽然间 这个功能都上节了 刚刚主持人说是不是不得已 没有错 现在我们的下一代越来越少 少子落的问题 谁养谁 那个养得起养不起 另外就是平均年龄 寿命都延长了 原来的退出的财务规划 没有规划很好 但我是不同意这个讲法 就是人类现在的生产力 以及我们这么丰富的东西 问题是整个资源分配不平均 法国的功能本来是 答应讲好了 我60岁就可以退休 上次沙克棋给他演到62 这次马克宏要演到65 后来弄他弄去到64 64 国会会通过 可是街头不同意 那功能还是觉得说 你剥夺了我们吧 为什么我们的条件 可以一直被你被改 可是那些有钱的条件人 越拿越多 你为什么不敢改他们 他们根本一个不公平的 分配结构 你包括全世界的资源 你知道我们工人继续受苦 而且这样子下去 能解决问题吗 他下次还会继续演 搞不好演到70岁都不能退休 对他们来讲 当然不能够接受 所以对于这个 社会的公平的分配 这件事情 是啊 我们上次的问题 我们下属科 在试诺里面 在试诺里面 中指诺里面 我们下属科 误会